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日,啊,劳动节,休息了,休息了嘛,就来录影,好吧 录点分享的节目,有那个网友说让我分享关于我对比特币的看法啊,比特币那是 因为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做比特币的啊,但是那我肯定我关心这种金融市场,我肯定是对比特币也也关注过 聊,聊不了紧,对吧,比特币这东西呢,在那个芝加哥,就美国市场是可以的啊,美国市场可以呢,你说它没有一定道理呢 我先说我的观点吧,啊,我们国家不允许交易,对吧,那我就不交易啊,我也不赞成大家去什么网上去这种非法平台去做交易 非法平台,它最大的一个缺点,它就是你赚了钱,它也可以黑了你 有这一点在你,你赢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除非你赢一笔,哪一笔,赢一笔,哪一笔,这累不累啊 呃,其实我对比特币我个人啊,请供参考我个人的观点,我不建议大家去做,做参与,因为是我们国家不允许,我再去声明一点啊,我不建议大家去交易 因为国家不允许啊,但是我对这个币是持肯定态度的啊,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很怪的逻辑 其实我思考东西都是,可能大家也有些人想到他不愿意分享,但我就想到什么分享什么 比特币刚出来的时候大概是好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因为国家一直不允许,所以我一直没有去参与,参与这种,去去去去关心过怎么去交易怎么的 我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就凭一条,一条新闻,我就认为比特币这东西有前景 这个新闻是什么,好多年前,大概五六年前,对,应该有 当初我早上请来听到一条新闻,他说啊,索马里,大家都知道啊,索马里海盗 他劫持,经常不是劫持外国游客啊,什么的,外国游轮啊,什么的 他劫持了一条游轮,然后呢,他像那个,当游轮商业呢,好像有美国人,美国公民 他呢,就像美国当局说,我需要那个,美元的现金,他不要汇款啊,因为他们海盗也知道你汇款这个东西,拿不到钱,你到时候冻结账户的 我要美元的现金,好像一个人要100万美元啊,是多少 或者啊,这个就是关键啊,他说,或者,相应等值的比特币 这个当时我就,给我一个,非常震惊啊,海盗现在也收比特币 这海盗也,也很,很新潮嘛,那因为当时比特币是刚,刚出来的一个概念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币啊,啊,以后乱七八糟的币没有,就比特币 哇,我想那个海盗可以啊,还蛮新潮的啊 后来从这个新闻我去关心了 比特币是怎么一回事啊,什么个计算的,计算,然后再怎么,怎么出来的,这个原理我去关心了 然后确实,我就其他不说啊,从古到今,我们说一个歪理前聊啊,从古到今 这种走偏门的绑匪啊,土匪啊,强盗啊,绑票啊,这种东西 他收钱,他只会收绝对的硬通过,美元,对吧,一般历史上,美元 当地的这种纸币他都不收的,美元,黄金,钻石,啊,然后现在又加了一个比特币 你想一想,比特币的他的通货,硬通货的硬度有多强,就凭这一点,当时的比特币啊,我记得大概多少 一千都不到,对,一千都不到,现在最高冲过到一半,对吧,我讲,一千都不到 我当时就认为这个东西绝对有那个投资前景,因为连海盗他都认,他有,想想他有多硬 而且是刚刚开始发行,对不对,当然这是马后炮了啊,但是 现在不是上次又跌到两千多啊,还是多少,我也没关心过啊 如果国家是允许交易的话,我一定回去,回去做啊,国家不允许交易,我们就不谈了 你让我谈比特币的看法,我刚才说了我的那个逻辑啊 当然芝加哥啊,美国去交易的东西,它不一定都是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做法 比如说T加零啊,你说合理,到中国,我就认为不符合我们中国国情 一T加零,还好96年到现在多少,就没有T加零 如果T加零,我们的股票啊,那还是一贪死嘴,更死的死嘴 更没有任何的什么投资价值什么的,还什么七年一波,还可以七年让你解套 七年来一波大牛是不可能的事情,十几年都不可能,像日本那样 日本那样就T加零,包括他们的楼市跌,你看到现在都没起来 二十多年了,对吧,那个中国的股市还是有希望的啊,我再说一遍 我个人认为啊,发表个人的观点,你和房价去比起来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扩容不扩容,这种扩容和房价比起来就是一滴水 对吧,国家也说了,住房啊,住房不炒,对吧 住房不炒这个定论定下来,住房不炒就说明什么呢 以后这个房价它是稳中求生,是和通货膨胀应该是等比例的,对吧 和通货膨胀去成那个等比例的话 住房大跌是不可能的,住房大跌为什么不可能 我以前在视频里面也分享过,住房大跌为什么不可能的 一,筹码都在谁手里,是你老百姓手里吗 每个人都有很多套房啊,不是,筹码在谁手里想想看 第二,为什么现在身份证查房产还查不到 这就说明筹码在谁手里,对吧,为什么限购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限购不让你买,你想买都不让你买的东西会跌吗 对不对,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简单的逻辑 怎么说到房子上去呢,还是说比特币的,对吧 随便聊聊啊,那个比特币这东西我已经说过了 我刚刚说芝加哥,芝加哥想起的那个美国那个,说起美国市场,说起那个原油 原油我顺带也说说,我的观点 原油不是前一阵子闹得那个沸沸扬扬的那个负 负那个负价值吗,就跌到负37美元一桶,对吧 也就是说你把一桶原油倒贴你37美元 在那个西瓜上不是有最最出名的西瓜上不是一个职业交易15年的那个交易员 他职业吵架,也就中国的,大家就是可以看到西瓜视频上 只要关心的都知道15年的职业交易员一夜爆仓嘛,对吧 挺可怜的,和我一样打41岁吧 那你看,这个东西啊,他说是美国人家抢劫打劫,对吧 这个你输了就输了,也不能说别人抢劫打劫 所以他,西瓜哥,我是个人认为啊,但虽然我,我也知道非常心痛这个东西,对吧 你去,你,你,你,所以炒期货这个东西啊,我也做过期货 这个东西期货啊,你就是要进赌场一样的 你拿了这个筹码,你就别想着这个筹码是可以带回来一点点的 你就去想好这个筹码全部输掉了,你转入激货的钱,不论转入多少,你都要想着是归零的 不像股票套住了,还可能不归零的,大多数情况下不归零的,对吧 除非退市,激货,你进去多少钱,你就想着是归零的,就行了啊 不要认为什么清仓不清仓的,清仓的你脑子一热就全仓了 人情绪下一秒会怎么样,谁都不敢保证的,对吧 你说芝加哥前两天才公布的,原油可以复职,对吧 复职,然后你现在爆仓了,说不合理,对吧 是打劫,是打劫,那他出了负规则,你觉得不合理的时候 复驾的时候,你觉得不合理呢,你可以不参与嘛,对不对 话语反过来说,如果他当时跌到负0.1,负0.1,负0.2,负0.3,负了 对吧,然后啪回升了,回升了,你赚钱了,做多赚钱了 你还会不会把钱还给别人呢,对不对 我们是事后说风凉话,你既然不会,你如果他打到负,然后再回过来 赚钱了,你不会把赚的钱还给别人,那你输了也不能够去怪别人 是不是 今天说比特币啊,又说到这个东西,反正你聊到什么聊什么 反正比特币,我总结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它是合理的 你说在国外你可以合法的去买啊,这我建议分替可以买啊 这个逻辑我也说了,在国内不合法的啊,劝大家不要买 逻辑很简单,你无论赚了多少钱啊,他黑你,你怎么办,完蛋,对吧 第三点 房市 稳动求生的啊,保持生是最好的 股票是未来十年 不是说未来十年吧,反正未来一两年是最有机会的 这是我还是说以我的人生经验来看,我也说过为什么了 对吧,无数次说过为什么了 你只要买,不要买那种业绩差的 不要买民营的就行了,买国有背景的 对了,什么叫国有背景的,我再说一遍啊 打开F10 看第一大股东是谁 还有一条上面写的实际控制人是谁 实际控制人如果是国务院资产 什么地方的什么省的国务,国资委 什么市的国资委,那就是国有资产 那那就是国有背景的 这种买了,不会套啊,不是说不会套 不会退市啊,至少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过国有股退市啊 是吧,未来有没有可能 那你说银行有没有可能倒闭 如果银行有,你觉得理论上银行有可能倒闭的 那么国有股也可能退市的,是吧 不能说理论上一点可能您都没有,对吧 好吧 这以上所有的,仅是我个人的观点 不构成任何的买入卖出的交易的意见啊 任何市场都有风险,路是虚情深 好吧,今天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